俄羅斯他其實也想變成強勢貨幣 尤其在俄羅斯戰爭之後 像那個時候大家想說 俄羅斯應該要經濟衰退的 但是沒有 因為為什麼呢 他手上未有石油 還有這個掌控權 所以你看美國想要牽制俄羅斯 那個時候不是下了很多禁令嗎 但發現沒有辦法 俄羅斯也很擔心說蘆布會貶值 他也設了一個規定說 好你要跟我買石油對不對 全部都以蘆布來做交易 那美國怎麼玩呢 是不是在這個短暫時間 蘆布好像就上揚了 沒有錯 所以你看到在去年 蘆布居然是逆勢升值 如果你去回顧去年 國際上的非美元貨幣 幾乎都是對美元貶值的 蘆布居然升值 就是因為當時 俄羅斯越剛戰爭 他的經濟體質各方面 都還很好的時候 當然他有話語權 尤其是他是產油大國 屬於所有的產油大國 你要不要跟我買石油 要嘛 那請你赴蘆布 因為 美國西方國家不讓我用美金 你要用蘆布 當大家對蘆布的需求多的時候 蘆布自然就轉強 可是這件事情好景不長 到今年以來 蘆布大逆轉 最大的問題還是回歸到 你剛開始打戰爭的時候 你還滿有錢的 可是戰爭是燒錢 到底燒了多少錢 我們不知道 但是絕對是天文數字 當你燒了這麼多錢之後 是不是俄羅斯的經濟 就開始要走下坡了 那你還能夠守得住 你的蘆布嗎 這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現實的問題 再加上 西方國家很聰明 我沒有辦法阻止 其他國家不跟你買油 那我就寄出另外一招 我限制你的價格 告訴你油 不准超過60美元 好 那問題是 你能不能守住 那其他國家 尤其大家都知道 中國跟印度 都一直在跟俄羅斯買油 那中國跟俄羅斯持續買油 那這時候 美國說好 我也沒辦法阻止你買油 但是你不准超過60塊 目的就是不要讓俄羅斯太有錢 確實這個價格在過去 真的都是在60塊錢以下 但是7月份發生變化了 俄羅斯的石油名稱叫烏拉爾 就是我們常說 什麼布蘭特原油 就是歐洲的油價 那美國就是紐約或西德州原油 那俄羅斯原油叫布拉爾 布拉爾原油呢 在7月份的均價 來到64塊多美金 所以突破60塊了 對啊 美國的盡力 希望盡力沒效了嗎 為什麼 真的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俄羅斯想出了一個妙招 60塊美元上限 可是60塊怎麼算 我跟你說60塊是禁止 可是你跟我買要外加運費 雜七雜八的什麼費 我都加進去 所以實際的價格 我要求更高 那剩下那些東西 我只要油價本身是低於60塊美金 其他的誰我喊嘛 那這樣招會很容易就超過60塊美金 沒錯 所以俄羅斯還是有得賺錢的空間 沒錯嘛 所以你看到 那你說其他國家會因此不跟他買 不會啊 因為國際油價只有80幾塊嘛 我跟你俄羅斯買還是比較便宜 差了20塊美金 一桶差20塊是不得了的事情 而且是美金耶 所以俄羅斯就因為這樣子 他就發現原來我可以這樣子玩 那當然不曉得是誰教他的 好 那不管怎麼樣 所以你看到這一波的盧布 之前因為他真的狀況很差 所以盧布曾經扁破100對美元100比1 但是最近有稍微回升起來 我覺得就跟這個均價價格一出來說 居然超過60塊了 因為他想出來這個辦法了 那是不是真的能夠就此 盧布回升了 我覺得這還要再看更長的時間 好 但是都在告訴你這樣子一件事情 你各國的貨幣你要去突破美國 或是突破美元 重重封鎖也沒有那麼簡單的感覺 沒那麼簡單啊 那當然你說美國要反過來 要完全去封鎖 也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真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所以現在不就在告訴你 回到一個現實的問題 大家都覺得美元波動很大 就像我們剛剛給大家看到的東西 可是問題是你能怎麼樣 你有第二個選擇嗎 那大家可能想的就是歐元 可是如果我們先給大家看 過去歐元的走勢 你會發現歐元的走勢其實波動 比美元更大 你看到以前高的時候什麼時候 2000年就是金融海嘯以前 它甚至到1.6 大家可能沒有印象歐元曾經這麼高過 但是你看到後來是不是 整個就下來 這一波最低甚至只剩0.95 也就是說歐元有一段時間 還比美元更不值錢 現在雖然回到到1.08到1.1之間 可是問題是 你說美元波動大 那我換歐元 有比較好嗎 好像也沒有 如果波動更大的話 對我來講好像看美和 這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回到一個問題 彭總裁只是建議說 我們還是去分散風險 因為我們不知道 誰會搶回落 至少歐元跟美元 是一個悄悄板 那我兩個背了一次一下 不就相對安全 有 Sno�音 要 improved 叫dish 灰 風 谢谢观看